大家好,我是小安,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。 首先,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。 现在大数据显示了,很多老年人,甚至是年轻人,身体里的湿气特别的严重, 甚至换上了通风、推脚痛的问题。 这些看似不接眼的问题,不及时的治疗去处理,慢慢会拖成大病的。 最后导致无法正常的行走,无法生活。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茶饮,老周医喝了一辈子的。 坚持喝,去湿排毒,打通全身的经络,推脚不通了,身体越来越强壮, 比小伙的身体还要硬了。 我们一把黄旗,黄旗与单身搭配,具有益气活血, 补气血,实体内气血充盈,血脉通畅, 令尿效能量的功效。 黄旗与单身都属于中药材的,黄旗具有补气固表, 通过补气来顽固积表,令尿生机的功效。 可用于气虚乏力,酒屑脱缸等病症。 黄旗具有特别好的滋补作用, 平时我们可以泡一些菊花茶来喝,都是很好的, 具有很好的补气养血的功效。 先准备适量的菊花。 菊花具有疏散风热,平易肝阳,清干明目, 清热就有的功效。 临床常用来治疗风热感冒, 有疏散肺经,风热的作用。 能清干热,平肝阳, 所以还要用来治疗肝阳上抗引起的头痛, 眩晕等病症。 菊花入肝颈,既能疏散肝经的风热, 又能清干热, 所以临床上还能用来治疗肝经风热, 或者是肝火上导致的目视肿痛。 并且菊花有清热就有的作用, 所以也用于治疗, 错疮肿毒, 经常用菊花、金银花、 甘草等药物同用, 可以达到清热解毒, 消散与肿的功效。 癌液本身能够去除身体内的吃气, 在使用的过程中可以起到温馨止血, 散寒止痛的良效。 对我们身体的艺术还是很多的啊, 还可以去湿止咬。 菊花搭配艾叶泡水喝, 具有很强的健康作用, 可改善温气, 有助于身体健康的恢复。 菊花的味道特别的清淡爽口,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多喝一些菊花茶水, 能够清热解毒。 由于是老年朋友们, 多喝一些菊花茶, 还能够缓解失望模糊, 眼睛不舒服, 头晕目线的症状。 再准备一把红枣, 我们把红枣洗干净。 红枣河壳里面有好多的灰尘不好洗的, 我们可以多洗几遍, 如果东西不要掉里清新。 红枣中含有蛋白质, 脂肪, 糖, 钙, 即多种维生素营养成分, 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与药用价值的。 比方说, 经常吃红枣可以美白抗衰老, 预防心血管疾病, 缺腿性贫血以及提高免疫力等等。 红枣中含有特别丰富的维生素, 比如维生素C, 可减少黑色素的沉淀。 淡化黑色素起到美白的作用, 并且还能够起到增加皮肤的胶原蛋白, 淡化周围的作用, 而且能够预防心脑血管疾病。 红枣含有环磷酸腺肝, 能够降血压, 降胆固醇, 可以需要的预防心脑血管疾病。 红枣含有特别丰富的铁元素, 可以预防缺腿性贫血, 提高免疫力。 红枣中含有的多种糖分, 氨基酸, 多种维生素等, 可以提高细胞的质量, 提高杀菌能力, 进而增强人体的免疫力。 并且红枣含有糖类, 氨基酸, 可以增强体质的。 再准备一片橙皮, 橙皮与菊花泡水, 最有煎皮和胃, 礼器调中, 肾水立湿, 年薪安神, 话坛的功效, 可用于治疗, 胸隔满闷, 腹胀腹痛, 食欲不振, 呕吐, 咳嗽痰多, 小便不利, 水肿, 谢谢, 失眠健忘, 心悸不安, 已经白灼等等。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了, 橙皮中的某些成分具有促进消化液的分泌, 排除管道内机器, 改善小肠消化功能的作用, 且作用比较和缓, 以调理为主, 并且, 橙皮中的某些成分还有去痰, 瓶喘, 抗炎, 抗氧化, 凝血, 预防动脉中央樱化等作用, 肤瓶中的某些成分则具有利尿, 促进消化, 抗癌, 增强绵力的作用, 橙皮不光可以药用, 还可以作为食用的, 日常生活中, 我们炖肉的时候, 放一颗橙皮, 具有特别好的区卧增现的效果, 或者是有晕车的人, 我们可以用橘子皮来缓解的, 放到鼻子上嗅一嗅, 很好地缓解阴上的感觉, 这样会使我们的心情特别的舒畅, 很舒服, 后倒养生虎中, 加入1000毫升的清水, 中小火焖煮20分钟, 小火慢煮, 更能煮出身材的香味还有作用的。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, 制作视频不容易, 请您发财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,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都说前面的最大动力,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 谢谢大家, 煮好之后就可以直接喝啦, 如果喜欢喝甜的, 可以加入两颗冰糖, 冰糖具有特别好的清热解毒, 如果我们嗓子不舒服, 可以喝一点冰糖泡茶, 对我们嗓子有很好的缓解作用, 这道茶喝起来口感比较清淡, 很好喝的, 这道茶我们可以经常地喝一喝, 去除身边的湿气, 毒素, 垃圾, 前置喝上一段时间后, 你会慢慢地发现, 肚子小了一大圈, 因为身边的湿气没有啦, 所以肚子也会小, 而且身体变得特别的轻盈, 腿腰也不通啦, 腰也不酸啦, 并且睡眠特别的好, 腰睡到天亮, 夜里也不起夜啦, 而且能够达成全身的经络, 使我们的身体特别的健壮, 喝上一段时间后, 身体微笑或者还要强壮, 还要有力气呢, 如果喜欢喝茶的朋友们,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。 好,家人朋友们,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,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, 请您帮我点赞关注订阅我的频道,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,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养生知识和您分享,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 谢谢大家, 我是小安,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